当任总统的随护 如果有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 随护的反应时间只有0.1秒钟 我们注意到在昨天的时候 马英九身边的随护反应动作 虽然是快了一些 但是跟以前的随护相较之下 其实以前的随护还技高一筹呢 那我自己亲身经历过 在蒋经国第二任总统 在中山楼就职的时候 结果那天发生什么事 我们刚刚好进去 全部都收完身 然后就到会场的二楼 就是中山楼的二楼去 二楼刚刚好就有一个报社的记者 因为过去都是用那个闪光灯 那本来闪光灯都经过 安全人员的检查都没有问题 结果不知道某一家报社 我们叫他大胖大胖的 结果他一弄好一啪的一声 那我不知道从哪边来 我们三个人坐在那边 因为摄影记者一定做人找中间的镜头拍 那我们两个在那边采访 结果听到啪的一声 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窜出来几个人 我们四个人 全部都被他压在椅子底上 他说不要动 就是不要动 所以在中山楼那一次是我采访生涯以来 第一次碰到了蒋经国的随护是那么的凶悍 我们再来看看 蒋介石出巡的时候 都要经过从士林官邸要到总统府上班 他一定从士林园艺所旁边那条路出来 上了中山北路上了中山北路就往总统府 各位晓不晓得 过一个中山北路 将近四公里的车程 七分钟就是一路绿灯 就中间不能有任何的红灯 我们再来讲 各位晓得这是市民大道 从前是有一个复兴桥 因为蒋介石 因为以前市民大道这里是火车轨道 对 那火车轨道呢 台北基隆还有很多方面 他这个火车经常来来往往 那个来来往往 有一次蒋介石经过这里的时候 突然被弄成两截 然后前半段的蒋介石的车子停的时候 我们看到随护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眼睛通通朝外 一直到乍然起来 车队会合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上车 所以从那次以后 严加干 就是当年的台湾沈主席 他为了拍蒋介石马屁 在这个地方搭建一个复兴桥 盖好了以后 当时候他们说 那你下面弄那个小贩 结果被安全人员给否决 各位晓不晓得为什么否决 万一这些小贩是别人派来的怎么办 刚刚有话提到了一个重点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蒋介石在当时他的身边的安全人员的警觉性 都是非常的高的 在中山北路车队被火车给挡住了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姿势 为什么 因为抓着后面的左轮手枪 背着说万一有状况发生的时候 随时可以掏枪护着老板 但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的是 蒋介石在1969年的时候 他在中山楼开完会下山的路程当中 1969年的9月16号 陆松发生了一起车祸 而这起车祸也就使得蒋介石到了后半期 也就1969年的秋冬之后开始身体渐渐的变差了 在1975年的时候过世了 蒋介石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说永福车祸害我减受20年 这个车祸其实对蒋介石的健康发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58年9月16号就发生这个事情 你知道将领们在他主持完军事会议之后 下午还要继续开会 这个只是一整天的活动 到了下午五点他草山游玩了你知道 蒋介石要回就是说上山从仰德大到要上山的时候 好了这个时候将军们开完会了 已经下午五点太阳下山要下山要回自己的部队去对不对 好那你说我跟你讲没有老总统看着 谁开车还有守规矩 每个吉普车带着那些将军下来冲啊 用冲的你知道 时速都超过60公里 你刚开过阳明山吗 三天两头上去 我跟你讲下来的时候能超过60公里吗 我一般开50到40 50到40连我都不敢开太快 结果你知道以前那个吉普车你知道吗 那撞会散掉的 一个将军一个将军再一直下来 到了永福站的时候 老总统的车要往上开 结果呢那个有一部公路局 那时候还没有公车啊 台北市没有公车只有公路局的车子 公路局的车停在永福站 结果那些一批要冲回去 那个部队的那些军官将军们 就一路冲下来的时候 其中有一部就是说 已经到了那个公车的后面了 那这个总统车队要上去 那你因为路很窄 结果有一部吉普车就这样突然甩过来 出来突然从那个公车后太快了 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结导车一定是就是有 他总统车的前面也目前有结导车 对不对 那结导车也有一手快杀住了 可是老蒋总统坐车司机 徐达车杀不住了 砰就撞上去了 哇我跟你讲 好在速度不是很快 但撞上去之后 我跟你讲那个老蒋总统就像皮球一样 砰撞到他那个隔板你知道吗 头脸嘴巴胸部 甚至连下肢都撞到 最严重的是什么 你一看到就吓一跳 他那个嘴里有假牙你知道 哇满嘴都是血 然后宋美龄也是 宋美龄是颈部 因为宋美龄那时候是撬着二郎腿你知道 结果一撞 膝盖严重受伤 孔令城那时候是市委长 赶快从后面车跳下来 把他们两个赶快收到荣民总医院急救 后来 就是说对象过来的那部计划车 害这边总统的招式的那个师长 马上拔掉下台叛军阀 然后那个连开车的司机 就是小兵也一样逃不过 这就是老蒋总统的草山惊魂记 蒋介石总统在当时呢 是正要上山的路上碰到了车祸 但是呢 祸不单行啊 过了没多久的时候呢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呢 使得蒋总统的身体 可是身体每况愈下呢 韩兵 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当时车祸刚发生的时候 不是马上送到荣总去了吗 对 然后就一检查 发觉其实也还好 就是嘴唇这边有一点失裂伤 然后阴囊那边有一点瘀青腐肿 可能是不小心有点撞到下体 那其他没有什么大的 大的什么明显的外伤 然后胸腔这边看起来还好 那所以当时就放心 就这样回去了 回去大家觉得没什么问题 可是几个礼拜之后呢 就是老总统要做例行的安全检查 然后又去再去检查的时候 医生就去听他 帮他听诊嘛 听诊之后发现心脏里面有杂音 有杂音 对坏了 为什么 因为后来检查出来 他那次车祸 他的那个主动脉的瓣膜 受到重创 所以让他的 其实他的身体已经受到很严重的内伤 可是外表看不太出来 但是这个结果一检查出来之后呢 那个老仙人的那个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 他本来一年很难得感冒一次 后来就开始没事就开始感冒 不然各种大小病痛不断 就很不舒服 然后结果后来 到了那个第二年 他去那个花莲青山招待所那边休养的时候 那个副总统严家干先生刚好过去看他 看他的时候就讲出 刚刚那个干哥讲那句名言 永福车祸减我阳寿二十年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你要想想看 蒋总统活到几岁他活到八十九岁 对 那表示他觉得永福车祸减他阳寿二十年的话 表示他老人家本来认为自己可以活到一百零九岁 他对自己的长寿相当有自信 可是那个时候他会讲出这句话 显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 所以他才会对那个严副总统去讲这句话 那问题是呢 接下来在 第二年之后又再去检查 更糟发现他的心脏还有扩大的现象 因为那个医生 那个他自己的医师也私下跟人家讲 因为你那个主动卖半膜其实就像帮补一样 你现在血液没办法很顺的打上去 游说还会倒流 那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怎么会好 所以那时候 那个蒋总统的身体真的是美矿欲下 真的是很糟 但是这个也就算 在过了没几个月 居然发生一件更倒霉的事情 就是老总统他跑到高雄晨青湖那边去 去办事情 然后在那边度假 度假的时候 他有一天可能觉得排便不顺 就请他的那个 他的当值班的那个侍从 侍从副官 叫钱如彪 就帮他排便 就是帮他 就是拿那个 那个甘油 去那个就是从那个纸巢那边塞进去嘛 就是通便 就通便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这位 这位侍从副官 钱如彪先生 他不知道是没做过还是动作太粗鲁 结果居然 乱吃乱吃 居然把老总统的肛门的肉刺破 刺破了之后呢 老总统一开始还没感觉 后来发觉 妈东西这怎么都是血 吓死人了 然后一开始 当然肛门就开始剧痛 然后老总统就非常非常生气 当然就说要直接把他送军法研办 然后要立刻从 那时候要先送到屏东空军基地 然后要马上转送回台北 要判军法 可是这个要判军法 这个就来了 这个第一个 这到底判军法哪一条 这个有点怪 因为军法没有帮长官通便 然后造成受伤这种问题 那问题是 老先生真的受伤也很严重 因为后来 那个后面因为感染都溃烂掉 一直弄了两三个月才好 那这样对他身体 身体很伤 他本来身体就已经不好 那身体当然更伤 那现在 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老先生真的非常生气 一定想要办他 可是问题这个钱如标 他平常做人很成功 他跟这些侍卫长啊 包括这官底头人都很好 所以一大堆人都帮他讲话 帮他讲话说 其实老先生你何必去跟他一办见识 而且他也是无心之过 最重要的就是 要知道毕竟是因为这种事情 这不是多体面的事情 然后到时候讲出去 你真的把他判军法 你只要有个理由吧 理由如果是他帮你 刚刚门弄伤 这个讲出去对 对总统来讲不太好看 他老先生自己也想一想也对了 就后来改为家法处置 就直接把他关在士林关底的禁闭室 直接把他关禁闭 问题是关禁闭呢 其实对他根本就没有伤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嘛 他的人员很好 跟关禁门很多人都很熟 所以大家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是理论上他关在禁闭室 可是实际上他高地偷溜出去 就偷溜出去 高地去外面吃点东西就吃点东西 只有一个人很生她的气 就是那个蒋夫人宋美玲女士 每次看到他都说 钱无标就是你这个人 就是你害了老先生 身体变成这个样子 那可是老师说事情已经造成了 也怎么办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连续这两次一个车祸一个 这个肛门事件 这老先生从此以后 这身体就健康状况就再也回不来 总统身边的随护 24小时和总统在一起 但是呢 在美国有一个民间的公司 他也会负责到总统的安全 这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黑水公司 我们广告回来来揭秘 黑水公司